阿龍教練拿下了七連勝 這場比賽你用了十名球員 其中有五位球員的得分都超過兩位數 其實十位球員都有得分 談談這場比賽 今天整場比賽也沒什麼說可以特別提出來 這個說的地方 不過整體來講 我們從球隊重新整合加上蘇豪來了之後 我們基本上在這個原則下如何去做選擇 在這個框架下如何去做決定 從剛開始的有大部分的球員是比較摸不著頭緒的 那慢慢的到了現在 縱使還是有一些小的波動 不過我想場上場下的球員在輪替的時候 整個的運作一致性越來越好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球隊持續在進步的地方 那比賽賽上今天少比試圍的 有像雙場比賽 但因為這球是沒考被比賽 今天比賽在後的時候有考慮 是教育的部分有考慮說 讓他們也有考慮嗎 今天應該也用到十個人了吧 就是說我們在 當然最後那個誰均好不算 那我們在調整體力的時候 還是要兼顧到整個隊型的運作 因為每一次的運作成功都是一個很好的累積 我們不會就是說 倒也不是說為了換人而換人 這樣子會讓我們整個的隊型可能會破痛太大 當然我們盡量的盡量的能夠調整 今天應該是時間最少的一次了 接下來我們請正如談談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雖然沒有時間發 但是你攻擊他12分 而且每個球幾乎都是關鍵 來談自己這場比賽的表現 其實就回應剛剛龍哥講的 我們現在就是大家都各司其職 那很明確的知道自己在場上要幹嘛 不管是先發上場 或是板凳上來的 都可以做相對比較好的銜接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球隊在近期 進步蠻多的地方 那但今天我覺得要提一下宥偉 因為其實今天宥偉賦予他的防守工作 他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今天也可以有效的去克制國豪那一點 那我覺得今天他真的帶給我們球隊 是非常大的幫助